什麼叫愛台灣 民進黨定義 什麼叫會選 他們定義 什麼叫輸贏 他們定義 所以他們只能贏不能輸 現在他從中央到地方 從行政到立法 一把抓 這時候怎麼會花蓮 明明下美琴的時候贏 怎麼這個時候輸 一定會選 民進黨要跟全國人民道歉 段尼康要跟全國人民道歉 因為他輸不起 而且非常重要的 民進黨應該對他有所動作 比如現在來講 我們有些委員就講說 他是不是應該持部分區立委 他要不要持民進黨自己要看 民進黨要為這個事情 向全國老百姓道歉 真的 他褻瀆台灣的民主發展 他褻瀆台灣民主的一個神聖 大家每一個人神聖的一票 為什麼民進黨贏就是贏 其他的政黨 其他的非民進黨贏 就是好像有會選的嫌禮 怎麼會這樣子定義 花蓮的盤原本又難大於綠 民黨輸了其實不冤枉 你如果加上100天 中央執政又扣分 如果他們聲音比較低 謙卑一點 那可能是一兩天的新聞 所以他們輸了一場選舉 無所謂 我覺得傷害沒有那麼小 段尼康出來講話之後 這傷害變大了 你覺得說 這可能是三天五天的新聞 吵不完 加上民黨中央又出來互短 為什麼自己人講話 你還出來互短 我這樣講 段尼康今天是打臉差英文 記不記得差英文講過一句話 八年的累積比不上八秒的失言 何況段尼康 這不是八秒失言 這是真的是一秒而已 你在臉書PO文上去 你短短幾分鐘就刪文 這傷害真的很大 你這樣講 他鄙視 不是鄙視花蓮人 鄙視選民 他是鄙視台灣民主 有這麼惡劣的嗎 他不是陽春立委 政策會執行長 主席以下 秘書長以下 他是排名第三的政策會執行長 代表那麼大 你民黨中央還在互短 不用有所動作嗎 你講的謙卑 謙卑再謙卑 完全鄙視 鄙視再鄙視 鄙視誰 台灣的民主 這傷害跟撕裂造成有多大 民黨從中央到主席 完全沒有任何動作嗎 所以至少說 你要不要辭去不分區立委 是一個動作 一個宣誓 至少要先停權 你停權辦 黨中央必須要祭出黨紀處犯 至少停權半年 一年以上 這代表宣誓 你們民黨中央不是完全執政 完全壓壩